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 厄乌战争风云的特别报道 好 观众朋友 现在乌克兰的状况到底如何 透过很多外电的报道 以及有一些在乌克兰内部的民众 打电话出来的状况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平民百姓 可能一直要躲在地下室 或者是地铁站里面避难 现在乌克兰的国防部说 俄军试图伪装成 把自己伪装 然后试图进入基辅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新闻是 乌克兰打算宣布成为中立国 这个宣布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待会请专家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在我们非常关心的 平民百姓的部分 这个人叫做Emily 游舒涵小姐 她现在人就在乌克兰 我们今天早上一直跟她联系 希望她告诉我们内部的状况 可是她跟我们说 她现在很平安 她现在是报平安 跟家人都有保持联系 不过她也告诉我们说 不要再跟她资讯了 也不要要求跟她通电话 因为手机 她要保持足够的电量 要使用在紧急时刻 换句话说 现在包括 不管是加油汽油 包括手机的电 都非常的珍贵 因为要用在最需要用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大概有30多位的民众 还在乌克兰 我们也希望她都能够平安 保持这个随时的警觉 跟平安 那我们的外交部 也呼吁他们尽快离开乌克兰 只是要离开现在坦和龙翼 我们刚刚听到 郑莎莎已经说了 在这个边界已经大排长龙了 很多人都要走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台湾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蔡英文总统 今天发表了一个谴责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来听听看 蔡总统怎么说 台湾的安全 台湾跟乌克兰情形大有不同 我们不但在世界的产业中重要 同时无论就地缘政治 或地理环境 以及台湾全国的团结努力 乌克兰跟台湾 毕竟还有点差异的 我们真的 我们国家面对的 大家也很清楚 就是有所不同 我们不能够相提并论 这些讲话就是无知 台湾当然不是乌克兰 苏尔也不是 苏尔也不是这个中国大陆 可是在这个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很奇妙的相似之处 是不是这样子呢 惠文 这个军事刚刚 校伟兄讲得非常透彻 那外交上面 借大使也讲很多 但是我还是希望观众朋友 把焦点拉回来 大家不要假装说 我们很关心乌克兰 乌克兰距离我们这么远 我们要从乌克兰的状况 想想我们 我们不能再当观众了 下一个可能就是我们 某哥你 你磨磨磨磨磨 这样是不行的 这个退辅会主委 之前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今天记者在立法院问他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他说讲这些的是无知 用无知这种字眼 我也不晓得 我觉得宋世冠 你还是回去当庙公好了 自凭100分的才是无知 自称大鹏部长的才是无知 什么时代 还什么大鹏 蔡总统今天终于亲口讲 因为之前都是张顿翰 他说台湖本质不同 蔡总统你这个话我同意一半 台湖本质不同 我觉得我们会比乌克兰更惨 我们会比他更惨 我解释给大家听 我们很久没打仗了 上次的台海危机是26年前 我很怕那些绝亲恐怕都 可能那时候都还在饱尿布 26年前的台海危机 相信两位前辩人其实根本也没打 就是飞弹四射 我们就兵荒马乱了 更早之前是在823炮战 是1958年 可是乌克兰人家状况不一样 他们从2014年 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 包括乌东 刚刚解释 他们乌东断断续续都在打 不是大规模 但是零星 所以对乌克兰的人而已 他不就是在战争离他不远 我们是安逸习惯 所以我说台湾可能会比乌克兰更惨 我们是不是请施亚追个标 我们会更惨 我们有40%的经济出口是依赖大陆 我给大家看这个图 我跟大家解释 刚刚莎莎也有提到 这是在基辅的一条马路 全部的车都往这边开 往哪边开 往西边 波兰 往这边开 罗马尼亚这边 他往西跑 因为俄罗斯是从北边 东边 南边加工 往西边跑 我请观众朋友 我们台湾是个岛 你要跑去哪里 你要跑去哪里 你要往东边开 去花莲吗 开到琉球 还是开到日本 你根本没地方跑 所以你看看蔡总统 苏贞昌 当我们国防部邱部长 那种信心喊话 我是非常的那个 我们看这个2019年 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蔡总统讲什么 她说今日台湾或是明日香港 那不是以前说的 今日台湾明日香港 真的吗 当时的香港的学生会长说 民进党用香港人的血骗 台湾的票 他马上被出征 1450去洗版 他第二天就道歉 你看我们的这个网军多厉害 我们派网军去协助乌克兰好了 所以今日台湾真的 明日香港 我不是为言耸听 观众朋友 我们很多在旁边看 香港离我们这么近 依照宪法香港是我们的 我们觉得无所谓 看到去年8月的阿富汗 会不会 也不会 阿富汗好像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看乌克兰 但是前子我必须讲 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不会有这一句了 不会再有这句 今日叉叉是明日台湾 不会有这 为什么 因为川普告诉我们 下一个就是台湾 我们在干嘛 我们每天在这里 其实真的是 前者我的忧虑在说 乌克兰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的政治社会里面 有人在看戏 看热闹 好像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其实你多看外媒外电的报导 人家点名就在点我们了 观众朋友你要想说 为什么要点我们 大陆的领导人没有变还是习近平 在马总统的时候是习近平 现在蔡总统他面对同样的一个习近平 同样的共产党 那为什么国际情勢 所以前子你说维持现状 是大陆没有维持现状 还是我们没有维持现状 是我们没有维持现状 我们自己不要九二共事的 我们自己要抗中保台的 是我们变了 大陆说你现在是怎么 是我们换了总统 换了从国民党换成民进党之后 是我们变的 到底要怪谁 你帮大陆 我帮大陆讲话干嘛 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是我们变 你怎么这样子 到底谁变了 是你不依照中华民国宪法 去执行这些事情 你说每天在这边 在这边有人 在这边有人刺客 然后现在蔡总统的 五年多的带领国家 把我们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人家外媒都说 连川普都在讲我们了 你还相信蔡总统吗 这我们该醒了 乌克兰这样还不行 你真的要等到飞弹打过来 怎么当时都没有想到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拜托所有的观众朋友 不要再相信民进党的抗中保抗 抗中保台是为了选举专用的 面对现在的国际情势 我相信两位前辈 抗中保台 你越抗中保台 我们越有可能变成乌克兰 好 观众朋友 我们要关心国际势 其实就是要希望我们自己 台湾能够更安全 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更好 更快乐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看CNN 近来的Breaking News 俄罗斯在轰炸基辅 现在俄国的军机 已经被击落了 因为这个乌克兰有还击 那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讯息是说 从这个特别军事活动开始以来 俄军已经瘫痪了 乌克兰军事基础建设118处 包括11个军用机场 13个指挥所 14台S300 还有黄蜂的防空导弹系统 以及36个雷达站 另外俄军也已经击落了5架的飞机 1架直升机5架无人机 击毁了18辆的坦克和装甲车 两边互有损伤 可是看起来俄罗斯 它的得力的比较多 对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原本你说俄罗斯的武器 跟乌克兰武器细数同文 根本就是同一个公司生产的 然后过去在苏联红军的体制下 因为两边因为分家的关系 所以你分一部分我分一部分 所以俄罗斯他现在对于乌克兰军队 其实我们讲军事来说的话 雷达他会你那个雷达雷达波 他这个平谱参数 俄罗斯人一清二楚 所以他今天他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就是打了一场 现代化的一场战争 先瘫痪你的防空系统 而且他防空系统你可以看到 他现在实际上 乌克兰防空系统等于完全没有作用 至于你说怎么还会有这些 俄罗斯的军机遭到吉诺 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美国还是有紧急运交了一些 包含像单兵吸行的防空飞弹 然后还有像一些板战车的武器 所以这些东西 让俄军他其实甚至在地面 进攻的时候 的确也有一些直升机 遭到击毁 然后很多战车遭到击毁 就是说当然现在俄军进攻乌克兰 杀进去往基辅一路进军 并不是像用热刀切奶油 没有那么顺 他的确在路上也是遭到了不少的 而且其实还蛮坚强的抵抗 特别像第一天 乌克兰部队其实打的 地面部队打得还不错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 乌克兰空军的战斗机 甚至于起飞之后干嘛 逃到罗马尼亚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他的战机起飞之后 跟俄罗斯的战机 根本没有办法面对面作战 俄罗斯可以用主动的飞弹攻击你 但是乌克兰的飞机 他的所有的飞弹 都已经是俄罗斯上一代的 这样一个装备了 所以他根本打不过俄罗斯 干脆飞机 又飞到罗马尼亚去逃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俄罗斯他现在这个情况 他对于乌克兰 我相信他第一个阶段 他要设法把基辅攻下来 因为攻下来的时候 我们讲到 攻下你的首都 第二 他其实还是要揭灭 乌克兰军队有生战力 因为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他要的就是乌克兰的非军事化 其实也是跟刚刚介教授所说的 如果要这个时候 变成中立国的话 就出来谈 因为他主要就是要把 乌克兰非军事化 而且非军事化之外 还要把他原先用来欺负 在乌克兰境内 特别在乌东这些 俄罗斯界著名的这些纳税分子 要把他彻底的 把他们抓出来 因为这其实这几年 乌克兰也的确在这件事情上来讲 并没有好好处理这个任务 让俄罗斯有口识 是 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个外电的讯息 是说 乌克兰有可能打算要宣布 自己变成中立国 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请教介大师 我想他就已经递出一个 谈判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 他的准备的谈判的标的 不过这个我想 俄罗斯可能会要他更明确的讲 大概会要求第一个 书面承诺不加入北约 第二个 在内政外交 安全国防上 不以俄罗斯为敌为恶 第三个的话 就是不再 乌克兰土地 允许外国及本国 部署对俄罗斯 具有的这种攻击性的武器 所以这几个点 如果说哲伦斯基都可以同意的话 我想就普丁来讲 他也没有出兵的继续用兵的理由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也就讲 就是要这几点 所以这几点其实现在比较起来 跟整个国家陷入战火 跟人民在这个死生 生离死别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就看 哲伦斯基的一念之间 是 辉文要补充是不是 这个我们的前国安会秘书长 舒奇她说 蔡总统有小聪明 没有大智慧 但是蔡总统 还是有些事情可以做的 这个是朱立伦主席 她说我们绝对不能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这个讲的没有错 但是前子我想请问 我们不要变乌克兰 关键是台美关系吗 还是关键是两岸关系 所以乌克兰 我不晓得朱立伦你要去干嘛 蔡总统 其实前子我们还有事情可以做 下个礼拜有人要来 蓬佩欧要来 3月2号 蔡总统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节骨眼 仿造这个人 这个是我们之前 前子你应该还记得这个 这个是去年1月本来要来的 当时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凯利克兰 就后来他不来了 那是不是 在这个乌克兰这个节骨眼 是不是蔡总统能够发挥她的 不要被舒琪看扁 那我们这个时候蓬佩欧来 妥当吗 他是一个抗中大将 他那个幕僚是 大陆的智库是非常讨厌余茂春 你还叫他来 你现在是要火上加油吗 我们可不可以很短请介大师 如果说蓬佩欧在下个月 下个礼拜 3月2号来台湾 对台湾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很短的 我觉得对台湾的话 对民进党好 对台湾不好 对台湾不好 对台湾非常不好 因为这会在这个节骨眼 那么会两岸关系 做非常负面的影响 没错 那我想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政府有智慧的话 应该这个时候 应该请蓬佩欧 就不要来了 改天再来 改天再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文化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先好看 乱者 我们先好看 我们先好看